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 25日及26日两天再派四班包机到湖北接载滞留当地港人回港 3月25日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聂德全出发去湖北前 于机场建传媒时表示 预计当天两班包机会接载共285人返港 聂德全透露 本次主要接载湖北省非武汉地区的港人 预计两日共接载超过500人 其中16岁以下的人占四分之一 有些未成年人士的家长将乘政府包机先去湖北 再接他们的孩子回到香港 另外继续接载孕妇文凭试考生极有医疗需要的人 这次我们集中去接载的就是在武汉市周边 大约车程距离有两至三个小时的有三个城市 是这个咸铃、孝錦和黄石市的香港居民 另外也都是有一些是在武汉市以外 湖北省其他地区 而本身的情况也都是有特别的需要 有一个紧急的需要是需要回来香港 包括可能是有医疗的需要 或者是严重的病患 聂德全透露 14名在湖北确诊新冠肺炎的港人 继早前一名港人去世之后 另一名在当地留医的62岁港人 在3月20日离世 其余12人全部康复出院 他称湖北疫情已经平缓 本次专机接载回来的人士 建议进行家居检疫 由于武汉市以外的地方 也就是今次专机 乘坐专机的香港居民所身处的地方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疫情已经缓和 也是一个低风险的地区 所以就是去那个检疫安排 经过咨询卫生署和公共医疗专家的意见之后 也都是正如我较早前所说 是需要接受家居检疫14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